看看对于球队主将内线大将 这个时候终于是美梦成真了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总决赛期间 包括整个竞赛期间 其实你都是带着伤命 在跟伤命做斗争 现在感觉是不是这些承受 或者说这些的直接坚持 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硕果 对 因为作为职业运动员 受一定的伤 主要能坚持打 我肯定会坚持打 事实证明我坚持 结果 哈韩 其实我们都知道关于冠军 你有一个非常甜蜜的约定 当然这也成为一个玩笑了 但是现在当一切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了 现在该说点什么呢 在自己的家里人 我在我们聊天全球会的时候 我说过这句话 因为我出自农村 我们家就有一个规定 没有办酒席 不太真正的这些会 但是我速度慢慢大了 我得要想 要不是岁数大的话 对吧 会影响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确实说过 我说我如果不给男人队拿个冠军 我不会办婚礼 这是我的原话 我说过 但是现在证明事实 已经做到了 对家里人想说点什么 对媳妇想说点什么 这个时候 因为他等了我这么长死前 没有一句怨言 亲爱的 我爱你 谢谢大汗 享受你的胜利吧 小心点 计划